兑现我的承诺 今天把新衣做成柠檬派 马美学姐做的柠檬派 大家都说好吃 就新衣说不好吃 但是小兰烤糊的柠檬派 新衣都说好吃 难道真是什么感情滤筋 事实上并不是这么简单 小兰是有秘密武器的 首先就是这个派皮 一般就是黄油加面粉进去混合 再加全蛋液进去混合 但是小兰居然想到 在里面加入一点柠檬皮 真的太细节了 这样做可以让整个派 在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 都散发着柠檬的香味 小兰的第二个秘密武器就是 派皮里的杏仁蛋糕 一般的柠檬派 做完派皮就可以做柠檬馅了 但是小兰在做柠檬馅之前 先做一份杏仁蛋糕 杏仁蛋糕里面也加入了柠檬皮 柠檬的香味就更加充足 这个蛋糕里要加入打发的蛋清 但是明显发性不够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发性不够的蛋糕口感偏硬 但是正好和硬的塔皮相匹配 也让塔皮和奶酱之间有一个过度 小兰的第三个秘密武器 那只是一层薄薄的果酱 用这么多柠檬熬成柠檬果酱 这才是真正的满满的柠檬味 但是这个柠檬果酱感觉有点猎奇 这个白色的皮都不去 不会苦吗 难怪煮了之后要冲一下 青柠檬和黄柠檬都是柠檬 但是这个味道完全不一样 又要煮一遍然后冲洗 这个果酱做起来真的好麻烦啊 加入砂糖直接把它打碎 外皮都是绿的 香水柠檬和青柠檬味道又不一样 我比较喜欢香水柠檬的味道 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柠檬果酱 居然融合了三个品种的柠檬风味 然而最关键的不是这个 是柠檬馅 所有的柠檬派绝对逃不过要做这个柠檬馅 用这么一点牛奶来萃取柠檬皮里的香味 牛奶都变成蛋黄色的了 还要封起来储藏一下这个味道 柠檬馅的做法就是 全蛋加砂糖搅打均匀 加入萃取了满满柠檬香味的牛奶 再加入柠檬汁搅打均匀 用小火慢慢加热 加热到85度 再加入软化好的黄油 搅拌到非常顺滑 小兰的私房柠檬派层次居然这么丰富 现在把它们组合起来 用派皮的面团先给周围夹高一圈 出炉了 好香啊 新衣这么爱吃柠檬派 不如自己变成柠檬派吧 为了搭配新衣的蓝色校服 我还调了一个蓝色的面团 但是这个面团太黄了 导致这个颜色变成了孔雀蓝 刻一个新衣的脑袋 再刻一点她的头发 哦 这个头发加上去就很有灵性了 再做两只手 放进烤箱烤一会儿 啊 有点烤过头了 新衣的肤色也太黑了 这不像宫堂新衣了 像腹部瓶刺 重新烤了一盘肤色白白的新衣 用巧克力画上她的五官 让她的脸更生动一些 诶 没想到巧克力画出来还挺像的 我以为会很粗糙 用巧克力把它的身体粘起来 最终的效果就是 这样的 不行 我自己看着我都要笑死了 我怎么想出做个这么傻的造型啊 还是给她挤上现做的柠檬凝乳吧 新衣最喜欢的经典柠檬派 和新衣她自己柠檬派 只能二选一 我先尝尝这个经典柠檬派 真的好好吃 满口的柠檬香味 其实动画里根本就没有提到过 小兰的柠檬派的做法 今天的柠檬派 是根据法国甜品师 杨布里斯的柠檬塔改变而来的 那新衣柠檬塔造型这么奇怪 要怎么吃呢 第一种吃法 先吃它的内馅 再吃它的四肢 也可以直接对半切开 然后一口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